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集的的士駕駛報告 今天一開工 原本是打算去唐尾道 但怎料見到荔橋一直封路 封到家橋的位置 所以就轉到這個位置 再轉右到唐尾道 然後在前面這個位置 上了街客 由唐尾道去上海街 山東街 之後才想起 好像車過同一個客人多過一次 然後這位客人又問我 不是走阿卡路街 上海街 然後我就說 我這樣轉到波蘭街那邊 應該都是29元而已 的確應該都是29元而已 然後我才想起 他上次好像都是這樣問我 我上次好像都是這樣走 這樣走是遠了300米 不過都是29元而已 好了 現在落完客人之後 就繼續去找客人 不過都是叫小小的錯誤啦 因為其實真的走回阿卡路街 轉回上海街好一點 但剛才唐尾道一起步 就沒有想起 要再下一個路口轉左 好了 來回波蘭街那邊 就上到那個客人 波蘭街就去金巴利道 尖沙咀 那今天呢 那個渡船街上這個家橋的位置就封了啦 不過都應該不是很影響我這個路線的 我這個路線呢 最後都是經回走美頓街 出回彌敦道 再一直直走就OK的啦 好啦 那現在呢 就彌敦道這裡 一路直走這樣啦 好啦 這些椅子都非常順暢 來到左燈這個位置 然後呢 就 這些椅子也很順暢 去到前面 靠左邊 轉左就是的啦 來到尖沙咀這一帶 看一下任務 可能上到客人了 但是看起來 就 機會比較小啦 前前後後 左左右 都是很多這些沒有客的的士 那就比較難成功上到客人了 所以就 決定呢 就往往各方走啦 剛才看到波蘭街那邊好像都OK的 欸 但是突然間呢 看到對面有客人了 但是我試一下調回頭 應該是可以上到兩輛車 結果有兩輛車上到客人了 在那個位置 好啦 那就沒辦法啦 我繼續去往往各方向啦 好啦 那我 經回特瑞這邊過去啦 呂拔這邊 好啦 我們這裡 轉回左先 然後呢 再在前面的位置 轉回 又出回 尼敦道的北行的方向 看看 有沒有機會可以上到客人了 暫時看起來 都沒有客人了 好啦 打算呢 又是轉回 尼敦道的北行那邊啦 在這一個位置的時候 就有人上車 尼敦道去沙田第一城 那我們當然 走回這個窩打路道啦 這樣就是最短 最直接的路線啦 好啦 那我們呢 首先 轉回 走尼敦街啦 然後呢 就 再經回尼敦道 轉回 果華醫院這一邊 然後呢 就窩打路道 一直去 進去沙田第一城 因為其實 走青沙 應該就是 如果在日頭的時候 就會快一點 但是呢 其實 距離是遠一段的 走青沙 雖然剛才那位置 其實 走青沙都可以的 但是 你一定要問客人 因為是遠一點 貴一點的 但是 也試過有客人 會走青沙的 或者 我突然想起 我也試過 我自己截車 我不是說 我自己開 我截車 也試過要求 走青沙 可以往豪方對出 都是去 山田第一城附近 好啦 這一個乘客 自己說話 你問 正常就 應該要走絲碎的 即是 交通情況 暢通的話 好啦 那我們很快就來到這個位置 我們跟回小匹員牌 那下來 再在這裡轉左 好啦 轉左後 其實那些燈 應該有點滑滑的 好啦 那我們 再要一直直去 去到第一城的時候 再問客人 要去哪一座 好啦 他說 轉左 然後再聽他說 轉右 然後再轉右 其實他就在這個位置下 好啦 下完之後 就 已經打定輸數 離開了 打算直出九龍 誰知道 在Uber上面 就看到一支旗 即是行程雷達 或者 簡單來說 就是搶單的功能 讓司機看到單自己按的功能 可以見到一個在石門村 出去 柯士甸站 好啦 那就 按了啦 那就 在這裡 就上客了 石門村 去柯士甸站 那 那個導航呢 就 教了 因為我正Uber旗 跟導航走 但發覺有些奇怪 他教我走大佬山 但大佬山的隧道費都不便宜的 其實好像不應該這樣走 那 唯有補舊 那 走回這個 獅子山隧道公路 再一路 去回大圍那邊 下去啦 那 沒辦法 因為我正常 大家接Uber 通常都是一夜跟導航走 不過我發覺 正常不應該走大佬山 他是大佬山出去了 再走阿加路街 幸好我走這個獅子山隧道 基本上是沒有停過燈 這樣下來 然後一聲就進入了這個青沙公路 因為他在柯士甸站的位置 即是接著那些什麼 The Austin Grand Austin的位置 其實是走青沙連長道 再轉出左敦道 再轉右 再進去高鐵西九龍站的位置 會比較好一點 對啦 幸好還可以繞一圈 我都看一看 為什麼走大佬山的 有點奇怪 如果你去西九龍走大佬山的話 看起來有點奇怪 好啦 那 這裡轉右 然後再轉左 搞定了 對了 如果我沒有跟著導航的話 最好的走法應該是一開始就轉右 過回去聖門河對岸 再進回青沙 好啦 現在就繼續去找客人 先走這個柯士甸道 靠左邊有沒有客人 但沒有的 這裡垃圾車 就在上下垃圾 最後要先走右 然後再轉來尖沙咀看看 咦 都沒有拍了 拍在這個Mike View 位置 就先去過廁所 去完廁所出來 都應該是沒有客人的了 那就離開了 好啦 走這個柯士甸道 一路直去 再看看 這個反方向的柯士甸道 有沒有客人 沒有客人的話呢 我就打算出回彌敦道 彌敦道一路 一路打直 這樣滾下去 通常呢 在星期日的清晨 5點至7點的時間 在彌敦道一路 這樣滾下去 都有機會上到客人 我都試過不少 所以就一路試試滾 結果真的有客人 彌敦道去深水埗宇洲街 對啦 我現在就跟這個 118號巴士的走法 因為它也是 這樣走去宇洲街 經歷之角度 這樣轉回宇洲街 好啦 我們現在的做法 是一路直去的 然後就 對啦 也是跟回118的巴士走法 對啦 好 好 再繼續直去 那麼下個路口 在下個路口 我們先轉右 對啦 這個位置呢 我們就先轉回去右 然後呢 在宇洲街的路口 即是這個路口 就轉左 就看看那邊的路口 在這裡 好 下完下之後呢 就又在深水埗那邊滾一滾 看看有沒有機會上到客人 那邊滾一滾 但是看起來又不像有機會 那邊滾一滾 就是出回荔枝角度 那邊滾一滾 然後就打算去逛街 逛街 其實逛街也有機會的 咦 好像見到有 但是我現在最右線 那邊滾一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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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獨神道石礦牆上面那個地盤 那些什麼安壽院 長實手指盤 安蜂的那些 那我這麼巧呢 其實我本身呢 就想整條影片 就是解釋上面 長實那個手指盤 深血來潮想整條影片 其實我已經去過一次了 但是 那些後ろ就不會太多 我想再多一些後ろ 那這陣子真的帶上我去 那這實在太好了 我現在就經過舊清水一直直上 我們就一直直上舊清水 然後再轉到清水灣道 然後再轉到右邊 安秀道一直直去 再過回庶處 再過燈位 轉到左上去安那神套石礦場上的區域 其實這裡應該有很多地盤人士在上班 不過就沒有任何公共交通 看到很多地盤工友都是走路上來 有些人坐的士 有些人自己開車 我就在這裡拍攝一下 拿多些不同的鏡頭去拍一下 長實手自盤的項目 拍了一陣子之後就繼續接客 然後就離開 經過這條安秀道的隧道 對啦 那我就打算 其實原本打算去將軍澳的 打算經過將軍澳道 再到下面再U 結果就接到客 又是在Uber行程雷達功能上 剛才我所說的搶單功能上 按到的 這些旗就可以收來回程隧道費 其實是說來回程隧道費 沒錯是過海的 平田村去灣仔的大黃東街 其實大黃東街是其中一條 我都很有印象的一條街 因為我應該都說過很多次 我在灣仔那裏曾經做過外賣員 DSE畢業之後 做Xpanda的外賣員 經常都會在大黃東街的公園等單 因為那裏比較好坐 因為有些外賣員會坐在收盾球場等單 但那裏我覺得收盾球場很骯髒 我通常在大黃東街等單 那裏有一隻流浪貓 都很有印象 然後現在駕駛的士 其實很多時候在灣仔那裏 你都會利用大黃東街 這樣出回告示打道 所以大黃東街一直都很有印象的一條街 那裏有一隻流浪貓球場 那現在一直直逛 黃河大黃東街 然後呢 再過了這個路口之後呢 我們就在前面轉右 大黃東街落客 落完客之後呢 就繼續去找客 那我們 上半山 就是想著直上半山 金鐘站我都不看了 我已經知道他會大排長龍 因為現在這個中數呢 7點多的話呢 通常都大排長龍的啦 直接上去半山吧 看看什麼情況 看看有沒有機會滾到那些客人回來 這個中數其實在九龍是很安靜的 不過你在港島呢 如果你硬滾一下滾一下呢 都可能有機會有客人的 咦 這裡有客人了 那剛得道 就去這個淺水灣泳灘 客人指定走馬幾仙峽道 對啦 那就不走隧道了 因為客人說走馬幾仙峽道 那就會有N那麼多個彎的 不知道這樣 10倍速這樣給大家看 會不會看到頭暈 對啦 但其實我也覺得這樣挺好玩的 對我的開車來說 其實很多時候 客人都未必會說走馬幾仙峽道 尤其是現在這些不塞車的時間呢 很多時候都會 應該會叫你走隧道 因為可能 舒適一點啦 對這些客人來說 不用 不用有那麼多的彎位的感覺啦 不過呢 就 但是如果你塞車的時候呢 這樣走是最快的 其實啦 但你看到 彎位相當多的 絕對不適合 那些雲車浪人士呀 好啦 很快地呢 就會來到這個 黃麗沖道的迴旋處 黃麗沖俠道的 這個迴旋處 不是黃麗沖道的 好啦 那就 我們呢 就繼續呢 就經回淺水灣道 一路下去淺水灣啦 淺水灣泳炭 基本上一聽到淺水灣 基本上一打定輸數 我可以走得啦 其實 因為 那麼早呀 很難有人走的喔 淺水灣 是不是 要是你要入尺處 再等一段時間啦 要不然你就 基本上可以走得啦 好啦 那現在呢 就下回泳灘先啦 這裡下回去 好啦 轉右 給客人下吧 好啦 下完客人之後呢 離開 哎 經回藍灣徑走的時候 竟然有客人 藍灣徑 一站 鴨尼州村 再去下一站 天后帆船街 好像有點混 這些位置都能上到客人 我沒試過 在中數這些位置能夠上到客人 本身的客人就打算是先去天后後 去鴨尼州的 但是看上去那條路線有點奇怪 最後呢就 決定呢就先去鴨尼州再去天后 但是事實上呢 其實南灣徑 剛才的位置呢 呃 還要去鴨尼州大橋 還要去天后帆船街啦 好啦 那我們現在呢就上這個鴨尼州大橋啦 然後過到對面 鴨尼州大橋 鴨尼州村 那我們現在呢應該都非常之順登啦 好 來到這個位置 它說的士站頭這個位置落 好啦 來完客之後呢就離開 那麼又出去了 那麼我們去回天后的 那去回天后都好的 去回一些旺的地方啦 對啦 這招組的南區也是 我覺得 可能我 經驗不足啦 在南區這一邊 但是我個人觀感南區的招頭組 通常都 比較靜一點點 好啦 那我們現在呢就 出回去天后的方向 那我們 拿著條右線啦 因為我們都不是落銅鑼灣那邊的 那我們 直接拿著快線啦 然後呢 這次我們的走法呢 就是 堅拿道天橋一直到高士打道那邊 然後呢 再經回興法街 轉回天后那邊 帆船街呢 其實就 接著 天后站的 接著 天后電車站附近 接著 天后站的的士站附近 對啦 那就是那裡附近一條街啦 我們呢 現在呢 首先 直去先啦 然後在這個位置 就右轉 然後呢 再在這個位置轉左 這裡就是帆船街啦 好啦 落客啦 落完客之後呢 都是 直接離開 然後呢 打算就 原本打算走天后廟道呢 去那些 北角 半山上面那些 但最後呢 就打算去大坑那裡 去過廁所啊 順便看看有沒有客人啦 大坑道公廁啊 基本上 你做港島 一定要認識的啦 以及一定要來過的啦 那麼 如果你來到大坑這裏 你上去廁所 很多師傅都會停在這個位置 好了 然後呢 又這麼適合地呢 UBA有派子旗給我 就在附近了 就在旁邊了 你看到一個入口 然後 如果你 遺規的話 是可以切到上去的 但是我不會遺規啦 那就要這樣繞個大圈的啦 去港灣道 然後呢 就可以轉回洪水啦 非常之暢通的洪水啦 星期日的早上 往著九龍的方向 交通情況是清楚的啦 好啦 然後呢 我們就出洪水啦 看到這間大食鬼的復古巴士 多漂亮呀 對啦 那就一於呢 就選他做我的封面圖片啦 好啦 那現在呢 就繼續 前往這一個 的尼敦道啦 那麼 這裏就是呂拔啦 那麼我們再在前面呢 就 轉回右尼敦道 然後就再一路直去啦 那麼過了窩打路道呢 然後就 我們開始找位 靠左 這裡落 落完 之後就離開 那麼就想著呢 又是轉回 進去 嗯 大角咀那邊的位置的 經歷這邊啦 那都是想著去大角咀海皮的位置啦 就是一號銀海呀 浪情灣呀 龍曬那些啦 之後我先 這裡可以分享一下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呢 整天都有一些 旗呢 是由 浪情灣呀 一號銀海龍散去尖沙咀啦 那麼 最近呢 我都有去過這一帶啦 剛好我又要從這一帶呢 就去尖沙咀 我才發現原來是沒有 公共交通工具呢 是去尖沙咀的 難怪有些 地面那麼高啦 其實是很應該有這些 公共交通工具 但是沒有的 對啦 好啦 那就接到個客呢 就是這個 浪情灣呀 浪情灣就去港珠澳大橋 香港口岸啦 其實講到這裡呢 我還有另一件事分享 分享了一些感受 就是呢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呢 其實這些浪情灣呀 龍省和一號銀海呢 他們也有個村巴呢 就是去奧運站的 但是其實呢 路程很短的啦 其實就是這裡轉右就是的啦 他們是去那個 就是 奧海城 這個 就是 維港灣巴士總站旁邊的停車彎的位置 其實走路都是走兩三分鐘的 就是過橋然後 走路走兩三分鐘的 但是也有村巴 挺搞笑的 距離很短的 我試過是走路比村巴更快 對啦 就挺搞笑的 他們這麼短的距離 可以開到村巴 運輸處有給他們 挺搞笑的 對啦 因為 以我所知就開村巴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其實有些屋苑都未必開到的 有些屋苑是會 甚至乎拿些紅車彎來做村巴 但是反而 這裡這麼短距離都可以開到 對啦 好啦那我們現在呢就去這個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啦 對啦 那現在就一直去 這一條的 北戴著山公路啦 下著少少的毛毛雨 這樣啦 對啦 還有是有一個三步風球的 不過我又感覺不到很大的風 好啦 那麼去到近上下呢 其實要卡到最左啦 最近呢都比較少客呢 去這個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我比較少去啦 可能不是 好啦那現在呢 就差不多到達的啦 那之前有些師傅呢就不小心進去那個 過關的位置 就是剛才的路口 他跟著了一個白色的路牌 去那個過境的那個車輛 不知道什麼廣場的那個位置 對啦 那麼正常就 沒有跟那個位咯 那麼他跟著那個位置就進去 過海了 好啦那現在呢就繼續找客啦 那就不愛乎呢 就出回去九龍啦 本身我的想法都是出九龍的啦 好啦那現在呢就直接呢 出回去北戴魚山公路 然後呢就 一直往著出九龍的方向啦 好 我們現在呢 就一直直去 那呢 一陣子呢我就會走一條特別一點的路線 最後呢變了 不出九龍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啦 可以靠左邊呢 不知道大家看不見 看不見了 其實路牌就寫著 開放下層啦 因為上層有工程 那就走了下層啦 我以為沒什麼人走啦 誰知前天後後都很多車走 我不知道那些車是好像我那樣貪得意啦 還是什麼啦 但是我想說前面的車是走得 其實也挺慢的 不過就 去到後段他又加一下速啦 不過呢走這個 走下層呢 即是一來到這個位置就有很大機會要停的 這個回旋處位 因為都有一些車 好啦那然後呢 就最後走下層 的通道呢 出九龍就比較麻煩啦 決定呢 直接出荃灣再看看怎樣部署啦 結果出荃灣不久呢 就已經接到下一台客 就在這個葵起街 的位置 就由這裡轉左進去啦 對啦 葵衝葵起街 去壽茂坪壽明道啦 其實 由壽茂坪的商場 附近一帶那條路呢 都是叫做壽明道的啦 好啦那去壽茂坪壽 當然是走這個農場道 這樣過去啦 農場道 然後就新清水 這樣就 一路 經回順利村道 然後轉回壽明道 這樣啦 好啦我們現在就沿著農場道 這樣一直 直走啦 一路去到牛池灣那邊 然後再轉回上去 這個新清水灣道 那今天呢 天雨老滑啦 農場道其實是一條 如果下雨來說 經常都有人撞車 所以我也是加倍小心的 你見我都 盡量都 都不會開得太快 但剛才其實看到一些的士是 飆著這樣去 對啦 好啦那現在就 靠左邊我們就是上去這個 新清水 對啦 好 那現在呢 一路直上新清水 不過前面呢 就有一些工程 我們先拿著 一條中線 然後再 切回去這條線 好啦然後呢 一路直去 再在這裏呢 靠右邊的啦 轉右 好 嘩 很順利地呢 就到達了 這個位置 這班馬線當然是讓客行人的啦 好 我們繼續走 那麼過了商場之後的那一段 好啦 那就看看客人的指示 這裏落好 這裏落完之後呢 就繼續呢 就沒有客人的 哈哈 那我打算走 即我又不打算去排站了 那麼 打算直入將軍澳啦 我叫將軍澳應該有料到的啦 對啦 那我們現在呢 就在這裏轉右 落回去將軍澳 然後呢 去到底那裏呢 再U 上反方向的將軍澳 那樣走啦 對啦 那麼 我看到將軍澳 應該呢 是要有加成的 應該是那些單是會加錢的 但是呢 進入到很奇怪的 沒有加錢的 但是呢 它是沒有響的 反而是有一些行程雷 雷達上面呢 看到一些單 即是有些客人呢 出了一些按錶收費的單 那我都理解到的 因為呢 他們看到加成那麼貴呢 決定就不按那個 本身UberTaxe的功能 就用了這個行程雷達 麥錶的士的功能 我看到有整七張單在 其實距離又不是短的 不過最後呢 我也沒有接 算啦 接街客算了 省口站去觀塘 睡和街 有間教堂 有間教堂 不過我不認識 因為我都不是 在地的觀塘人 我不認識那間教堂 不過他說去了睡和街 街市線 那我有 嘗試去查一下 但是 我都不太知道 讀音是怎麼讀的 最後呢 對啦 都是睡和街街市那邊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 走 走 這個將關道道下來 然後呢 這樣 我們在這裏呢 先去觀塘道 其實你走翠平道也可以 你走 協和街那邊也可以 我走了翠平道 翠平道 翠平道 長100米 但是呢 其實呢 平時應該都不會這樣 卡的 但是我想說 最前面有一格 紅色的車起步很慢 還有他 他走了啦 我留意到他起步很慢 還有 他走得很慢 有些燈位 他就導致車過不了 這樣 沒辦法 所以 就卡的了 好啦 那我們現在轉右 下去 這個睡和街啦 然後呢其實就在這個位置 就落客了 好啦 落完客之後呢 我還是出回去睡和街 然後呢 就走的啦 好啦 那來到這個路口的時候呢 那麼就 接到一枝旗呀 有架性啊 還要 那麼由駱華村呢 就去 呃 這個 葵涌 葵峰街的 好啦 我們首先要直上先啦 然後這裡轉左 去回駱華南村這個位置入閘 好啦 再在這個回船柱位呢 就上客了 又落華南村 去葵涌 葵峰街 那麼我們經回 牛頭閣那邊呢 就 出回去 農場道那樣走啦 那現在又要再走多次農場道啦 那其實 細心留意 其實今天這期呢 其實基本上這枝旗都不短的 其實好像 那 都幾幸運啦 而且剛才最靜的時間呢 都 保留住遊客啦 7點到9點 這些很靜的時間呢 保留住遊客 保留住遊客 對啦 那我們現在呢 就去這個 葵峰街先啦 經回農場道過去的 好啦 葵峰街呢 其實就是 近住在 貨櫃碼頭路的位置 那麼就一進行法呢 首先是走回葵峰島啦 然後再經回永德里廣場附近那邊 那邊過去的 對啦 好啦 現在已經是城牆道了 那我們就 但是我們不用那麼早 進去貨櫃碼頭路住的 那這裡左邊都可以進到貨櫃碼頭的 但我們不是這個位置進去的 我們再在後邊先進去的 那就 在這裡 切回去最右先 然後呢 在這裡左邊有個路口的 這樣轉回來啦 然後右邊就是永德里廣場了 我們又回過去 對啦 然後呢 這裡的燈好像壞了啦 但是呢 就會見到它 弄好那一刻啦 欸 弄好啦 對啦 對啦 好 那現在呢 來到這個 葵峰街 好啦 下完下之後呢 打算呢 其實就是打算去 葵峰那邊的 咪錶的位置 去看看有沒有咪錶的位置 然後就是吃飯 但結果呢 又接到客人 那就 在這個 葵峰的禮坊街啦 對啦 就是這裡 但是 喂 很難停 這裡啦 停在這裡 在這裡 好啦 那麼 不是 順方街啦 順方街 去這個中文大學 經回城隧過去啦 最好的啦 我們現在呢 就這裡轉回左啦 然後這裡再轉右 我們出回葵峰道先的 然後呢 就 一直直上去城隧啦 這裡 經回荷木樹那邊啦 經回和義合道 這樣呢 就可以一直直上去城隧啦 咪錶到左邊 好啦 然後一直直上去 這燈呢 又是很順喔 好啦 那麼就 對啦 全部都順燈 很快來到城隧的這個位置啦 現在就在城隧口 那我們呢 就進城隧啦 好 那我們現在呢 一直直進城隧 然後呢 就再回到大埔公路的 那聽聞呢 在沙田的位置呢 就新增了一個快想機喔 那我 好像新增了這一個月內新增的 但我都沒有時間走過 好像新增的初期那段路還是走50的 但現在已經改回為80的啦 所以 大家都不用太擔心 好像當初那些人就很擔心啦 這樣走50的 這樣 這樣 好啦 但好像對面那段都依然還要走50的 即是近巴士中站那段依然走50的 好啦 我們現在呢 就經回上面大埔公路的這邊的入口入中文大學的會 好啦 我們靠右邊啦 去到這個位置 四條柱的位置 進去 通常人都叫這裡四條柱啦 對啦 這個大學 其實我覺得中文大學真的是最有那種大學氣息感覺的大學 其實 那些人會叫這裡做山城 很多建築物 依山而建的感覺 很有那種 讀大學的感覺 但我不是讀這一間 其實 其實其實當初讀這間都挺正的 感覺 地大脈搏很多啦 他們 學校裡面呢 也會有一些 旅遊巴去穿梭啦 好啦 然後呢 我又 很幸運地接到一個回程客 中文大學呢 去這個德福王場 那麽呢 就要跟著這間村巴那條路啦 然後呢 就可以上去上面四條柱的出口 那麽因為我剛才在上面四條柱進來 那麽就要跟四條柱這邊走呢 我才不用給那個停車場錢 不然我就要給停車場錢的啦 但其實呢 如果你說去德福廣場呢 其實 在山下面的出口 馬鳥水的出口呢 是會好一點的 其實如果 如果是 因爲那邊呢 就會可以直入大佬山隧道 那條公路啦 然後一直直入大佬山 但我這邊呢 就要去到小力園的位置再轉進去 那麽所以呢 如果你在下面進來 下面走的話呢 就會好一點 只可惜我剛才是車著客人由上面進來的 好啦 來到這個位置啦 我們就轉左啦 然後呢 再 這樣去回大佬山啦 因爲在德福廣場呢 都一定是走大佬山的啦 其實 好啦 那麽我們 出到這個位置呢 其實就很快的 那麽 現在就已經是沒有任何燈位的啦 我們現在首先 一路直走這個大佬山隧道先啦 那這條都是一條多長的隧道啊 有時候呢 駕駛到好像有一種 刀日如年之感的 其實啊 對啦 如果你眼睡的時候 走這個大佬山隧道呢 基本上是 更加令到你更加更加更加眼睡 好啦 那麽 出來了這個隧道之後呢 我們第一個出口就 不是 第二個出口就落啦 然後呢 我們就切回去右邊 衛業街 然後呢 再切回去最左邊 上回 德福廣場 然後客人就說 這裡轉左落就可以了 好 收到 那這裡轉左落就可以了 拿完客人之後呢 去進入電池了 因爲我見到的士站都大排暢統啦 那麽 還有一個老鼠龍的士站呢 即是 俗稱老鼠龍的士站的意思就是 入了不出得啦 即是入了就要排隊 左右兩邊都有東西阻礙 好啦 那麽 現在去進入電池了 對啦 那麽 就打算去九龍灣的那個電池站那裡進入電池 這個時候呢 突然在Uber上面呢 行程雷達上面 看到一支旗是由九龍灣去攜衝的 那麽 其實我都想做的 不過來到這個電池站 不入電池好像趕不過去 算了 都是不做了 先進入電池了 還有我現在只剩下一個續航距離 只有九十幾公里 基本上呢 我怕 都不是很舊的 或者很問水 所以就一定要進入電池 這樣最穩陣 如果不是一陣子做一做一做一做 忘記入電池 到時候 叫拖車來拖走我呢 就得不償失了 那麽這個也是 開這輛混能車的缺點 就是氣缸不夠大 好啦 那麽現在呢 就 咦 剛才打算走的時候呢 又再接到一個客人 就是這個維港一號 那我們就在這裏呢 就上客 就是維港一號去 阿麗山社區中心 那麽維港一號呢 這裡有一個 巴士呢 其實是 沒有停的 巴士站是直達啟德站的一條巴士路線 近乎是村巴 我看見很多他住那裏的 住戶 都是 搭好那個村巴的時間 然後就下來搭車 對啦 暫時我覺得 跑道區的那些交通都 不算太方便了 因為 沒有一些 很直達很快的路線 多數是一些 接駁路線 跑道區上面 對啦 好像有22 去九龍塘站 有那些20 去啟德 去那些 旺角那些 類似的那樣 但是如果你說 其實很多地區呢 都會有他們那些 比較突快的路線 例如屯門出旺角 屯門去上水 屯門去荃灣 或者是沙田去港島 例如你啟德跑道區 你上港島 你也要轉車啦 所以 暫時那裏都沒有什麼突快 直接點對點的路線 所以我覺得 交通也是 一般的 但是交通是一般的 的士就會有市場 好了 現在維港一號去 亞麗山社區中心 其實是在荃灣大學 這個亞麗山社區中心 我童年也有在裏面 渡過過一段時間 有時候 那裏有個南後場 同時間我亦都有 去參加 合唱團 曾經在那裏 阿麗山那裏 不過很久之前 好啦 現在呢 就 出回來大沖道 然後呢 就再轉右 沙咀道 再經回福來村 這邊 這邊這樣進去 一邊直去 然後呢 再在下個路口呢 就轉右 那這裏就是 亞麗山 同時間這裏呢 如果進來老德維 都想看看有沒有標位可以吃下飯 但是沒有 那就繼續做客 或者 看看怎樣 如果一直沒有客人的話 打算去 中安街那裏呢 買些糧送飯吃的 因為我吃過呢 之前吃過 其實我對吃沒有什麼要求的 總之不要太難吃OK的 那我買了飯 打算車去其他位吃飯的時候 誰知就有個客人車 那我又 好死不死 著了旗 那就做啦 中安街 去海濱花園 再回楊屋 都OK啦 區內 一陣子呢 下楊屋之後 我真的要找個位吃飯 好啦 那現在首先就轉右 去海濱花園 先在這個位置 對啦 那客人就去到尾那個位置 然後呢 就 海濱花園 再去楊屋 對啦 現在呢 就再出發 去這個楊屋 那然後呢 再在這裡靠左邊 轉左進來 這裡 他就說 差不多這些位置OK的 這裡下客啦 下客之後呢 我就打算 去海濱花園 運輸交匯署那裏呢 就停下來吃飯 因為其實我剛才買了兩頓飯在這裏 但是因為剛才上了 著了騎就上了客 那現在就 去海濱花園那裏呢 就吃飯啦 那裏應該沒什麼車 去擺在這裏的 沒什麼車會在這裏排隊的 好啦 已經吃完了 同時間呢 就 因為其實呢 全灣西站的工程神速 本身他還說要做工程做到26號 結果呢 很快就做完啦 不知道是不是 我說得他太多 他工程 原來香港的工程可以這麼快做完 好了 他現在 已經重開了全灣西站的士站 好啦然後呢 我就在這裏排客站啦 那其實 每個都正常都會排全灣西啦 沒什麼人會去海貴路那裏上客啦 然後我想說剛才那盒兩頓飯 我都是對食物沒什麼要求的 但是我想說 難吃 那些 魚香茄子一顆 很少肉碎 然後另一個肉呢 我其實隨便叫些不知道什麼肉來的 然後我吃下去的感覺 真的不知道什麼肉來的 難吃 難吃那些茄子又腥腥的 我都很少說說這兩頓飯難吃的 我沒有什麼要求啦 吃這兩頓飯 20元30元30元40元的話 正常我不會有什麼要求的 但真的難吃啦 好啦那就是 就是這樣啦 然後講回這支旗了 全灣西站去星柏山 本身國客是說尤馬坑 最後講完星柏山我就知道 尤馬坑我未必知道 星柏山這一個 都車過不少客人的了 這個位 是吧 好啦 我們首先呢 就一路要直去這個青山公路啦 去到這個窗榮路回船署 然後再在前面轉左 再在這個位置轉左 尤馬坑路 然後再 這裡轉左 入閘 星柏山裏面 在這裏就 上客 在這裏落客 落完客之後呢 就 離開啦 好 離開 然後呢 就 轉左 走得好 現在呢 就 都有一點點 不知道去哪裏 可能就去一下 葵涌廣場 也打算 對啦 那一路直走 然後呢 再去前面的路口 轉右 進去葵涌廣場 不過呢 就好像幾多車排隊 其實我排了一陣子 結果呢 就 接了下支旗 就在這個葵方的 禮方街啊 這裡 前面就在這裏上客啦 不是 是聖方街 有說錯 Sorry 那在聖方街上客呢 就 去這個銅鑼灣 渡航叫我走紅帥 那我再 看一看 可以的 因為呢 如果是其他時間 可能就走西帥好一點 但我看回這個中數呢 應該不太失車的 其實原路 無論家橋好 紅帥好 應該不太失的 再看一看 渡航 可以的 可以的 1點多左右 正常的 如果會比較失 可能是12點的 食飯時間 可能會再失少少 但是 現在1點多 應該是OK的 好了 首先呢 麗橋直去吧 再看看這個家橋 會是什麼狀況 好了 家橋是暢通的 好了 然後呢 再去另一個 有機會塞車位 紅帥 再看看是不是真的 這樣塞車啦 我看到有 有少少車龍 在隧道口前面 但是呢 車龍那麼短 其實很快消化到 你看到啦 都是保持著 流動的 好了 很快地呢 我們都可以 很貼近 紅帥口的位置 然後呢 就進去啦 因為去渣丁街啦 其實呢 就 我們一會呢 就要上回 去大坑那條天橋啦 這樣 然後呢 再下回 高示威路那邊 再這樣 進去渣丁街 其實啦 好 首先是這個位啦 然後跟著 跟著大坑的牌啦 我們呢 就不是上大坑的 我們去到中央圖書館的位置 就要掉頭 下來的啦 然後在這裡轉右 對啦 然後呢 再在這裡直去 那再轉左 然後跟著前面的112號巴士 可以的啦 不過呢 它就會轉入 兒和街 我們就不是的 我們就在這裡直去 炸電街 這樣下客就可以的啦 好啦 下完客之後呢 就繼續去找客啦 這裡都 比較 少少多車啦 好啦 然後前面的車是挺有趣的 這些K卡 還有比較舊款 懷舊一點的感覺 好啦 那我們現在呢 就直去軒尼斯道啦 這裡都沒有任何選擇 其實開電街 基本上你100%要直去軒尼斯道 對啦 然後 一直滾一下 看看有沒有機會有客 咦 有啊 這裡你看到巴士線啦 不過是星期日及公眾間其例外的 而且 就算是平日 都是7-9的 這段巴士線 好 好啦 那麼去堅尼地城 我們就在前面 羅雅道 轉出去 告示打道 然後再出回去咯 好啦 那麼 現在呢 來到 羅雅道口 不過呢 這裡的車就 對了 就要等多轉燈啦 好 然後我們一直直出去 就去堅尼地城啦 有沒有留意 我只打堅尼地城 沒有打街名 有沒有打去什麼建築物 或者去什麼地方 因為客人的確是這樣說的 而客人其實都不知道自己想去堅尼地城哪裡 他看起來像遊客 想去堅尼地城海旁的位置 類似是這樣吧 或者我不知道他是遊客 還是在地香港的外國人 可能去散心 還是怎樣 他總之就是講堅尼地城 沒有講特別的地方 所以我來到堅尼地城這裡再問 之後 呃 我看他一直都回答不到去哪裡 最後他就說 這裡可以 我想他是想去海旁走一下 那他自己走到後面海旁 好啦 那麼現在呢 就下完客 又繼續找客啦 那我打算看看堅尼地城的的士站的位置 其實那是非正式的士站來的 但都排滿了車 然後我打算去過廁所 去吉祭街公廁的這個位置 好啦 然後我再排了一陣站之後 接到一個客人 就在這個堅尼地城新海旁 在Uber上面接 那就去溪勝廣場 那現在呢 就這樣直去 上這個江樂道西的天橋 一陣子就經回龍和道 然後轉出去告示打道 然後呢 再 上去堅拿道天橋 下來之後呢 經回禮頓道 這樣 然後再 進回溪勝那邊的位置 好啦 首先我們這裡轉右先啦 然後呢 出回去告示打道 然後再靠到最右啦 對啦 那麼我對溪勝的最大的印象呢 就是去 不知十幾樓上面的那個 Food Court 那麼 之前有一段時間 近乎每天都去那裡吃 那樣子 所以很有印象 好啦 那個Food Court 和那些食物 都有一些平民的食物 就是 譚仔呀 什麼 Pepper lunch 那些 對啦 不會說太高消費 其實不錯不錯 我看到很多學生歌呀 年輕人 或者有老有亂 都有的 好啦 繼續找客啦 剛才看到 利縣那些的士站 全部有人 農啊 那現在這裡都有的 利縣去太古城 那其實客人呢 就是去這個 救偉康的位置 對啦 那麼就 救偉康呢 其實就 即是 近住 其實有點近那個 講到東中心那一邊的啦 最近那一邊的那條路啦 好啦 那 即是 我想有港島有駕駛駛的 有些經驗的 都會聽過救偉康這個說法啦 那我都聽過不少客人說啦 第一次真的不認識的 問客人在哪裡 那其實就是這個位置 好啦 落完駕駛之後呢 就接著有駕斯琦 那就直接在這裏上到下一個街客 那就由太古城呢 就去這個東區醫院的 對啦 那我們現在呢 就靠左邊啦 然後呢就這裡呢就轉回上去 東區搜狼的東行啦 然後呢一陣呢 我們跟回石澳牌 或是醫院牌就可以了 對啦 那我們上回去柴灣道的這條斜路 然後呢一路直上這個東區醫院啦 這樣走就最直接的啦 好啦 那麼 現在呢就一路直去 然後就都不用剪線的啦 走著一條慢線 然後轉左進來 然後再轉進來東區醫院這裏 好啦 那這裏下客啦 來了 因為輪椅都要比較小心一點啦 好啦 那現在呢就下完客之後呢 就繼續去找客啦 打算呢 下回去柴灣的位置啦 或者是可能過往去杏花村那邊的位置 我也不知道啦 好啦 離開這裏 那是不是轉右去興華村呢 那再看看啦 但是呢 我打算轉右的時候 哇 裡面很多車啊 塞車中啊 算了不轉 結果呢這個時候呢 就在Uber的行程旅達上面呢就接到一支旗呢 就在這個 沙基灣 中心 那麼 導航就寫5分鐘距離 好像真的 因為我們剛才那位很快就可以進到 這個 東區走廊然後就這樣過來啦 好啦 我們現在呢再在前面呢 右轉 然後進到來沙基灣中心這個位置啦 上客呢 就去這個稀省廣場的 又是 去稀省啦 也是又是剛才那位的 因為其實呢 如果你要進到稀省最中心的位置呢 不是不行啦 但是呢 好像有一個禁區牌啦 有一個 前往此區不在此限的牌 但是我看到那些客人呢 都是在稀省附近後面那條街的位置 所以就 也是那個位置 落客會好一點的 好啦 現在呢 就直去這個東區走廊先啦 然後呢 就 靠左邊 今次呢 就不用上堅拿道天橋進去啦 今次的波斯庫街進去啦 好啦 其實 上那個堅拿道天橋可能經常都很失車啦 不過波斯庫街呢 通常都沒有那麼失車的 好啦 這裡轉入波斯庫街 然後直去 好啦 那我們只需要全程 直去就可以了 然後就在這裡轉回左 跟剛才的走法一樣啦 同時間看到的士站呢 也都是有人龍的喔 不過現在我開始有的士站呢 其實也有車在排著啦 下完客之後呢 那我就打算去回的士站啦 去回利遠的士站啦 結果呢 就Uber派了一支旗給我啦 我抱著一絲的希望 看看它是不是能夠過對面海的 那我就去接這支旗啦 但不是都沒有所謂的 是呀 更加好啦 我看到呢 可能有機會是過海的感覺啦 那我就去 接一接啦 那其實呢 就在 這個軒尼斯道的 在這個灣仔消防局的 近著灣仔消防局的位置 這裏上客 不是過海的 是呀 由軒尼斯道去維港海穴 上瑞酒店 就在北角的那邊 北角這個街市那裏啦 北角村道 其實它對出的那條街就是北角村道啦 重視北角村已經拆了好久啦 但是呢 那條街都依然叫北角村道的 是沒有改名的 是少少北角村的一個 即是叫做遺留下來的一個 名字啦 好啦 我們現在呢 又上回這個東區走廊啦 不過一上就下的了 一上就經回這個北角出口 下回來 然後呢 左邊的街就是剛才我所說的北角村道啦 我們現在呢 先從這裡轉左 然後呢 再轉左 這裏呢 就是維港海穴上瑞酒店啦 下完客之後呢 繼續去找客啦 不外乎呢 還是 出回去這個渣華道先的 好啦 那現在呢 就出回去渣華道 然後呢 再在前面 我打算靠右邊 咦 不過這個時候呢 遊客啦 在馬步道啊 那我設了呢 是過海的 Uber 上面 看看有沒有機會派回過海旗給我啦 結果呢 真的是過海的啊 那就由北角馬步道呢 去APM的 對啦 因為我見到呢 今天呢 其實呢 保持著有些期的啊 今天呢 好像比較旺一點的啊 那我想 通常我這樣 在旺一點的時候啊 你設回過海呢 通常都能夠過海的啊 那好啦 現在呢 就可以過回去APM啦 那一上落完後 直接排這個APM 然後排 排了這期 然後就收隊啦 但是有時候世事呢 未必好像你想的那樣理想的 APM呢 就 那個站呢 就比較小啦 就是容納到 大概四部車而已 如果沒有了車 後面有車呢 你都不可以在這裡排隊的 你會頂住人的 你一定要走的 那 看看一會兒好不好坐 有沒有位置給我排隊 好啦 現在出回來 欸 大岡 一時三刻 就沒有走回右邊那邊啦 不過其實都一樣的 只是無雙大雅的 其實走回左邊那邊 那然後呢 這裡的燈呢 又很暢順地呢 我很快來到這個路口啦 好啦 我們這裡呢 就轉左 又回到的士站的位置 欸 看到排滿四格 但我看到有客人上車了 欸 可以進一進了 好啦 那現在呢 再看看啦 這個站其實 流動都很快的 我50分來排隊啦 那我就當時我是第五架車啦 因為剛才還有一架車在最前面 好啦 50分來到 那你見到保持著 有些客人會上的 那我大概50分來到 何時可以走呢 就大概56分就走到了 即6分鐘就走五格啦 平均 1.2分鐘就走一格啦 你見到都很快啊 其實 但大前是要有位牌啦 那剛才也有些師兄來到 但沒有位牌 結果都要敗走啊 好啦 那這個中數啦 3點56分啦 上客 去站嶺下新圍的 就是在這個西沙路那邊 那麼 走大老山隧道呢 那就 會比 這個西貢入呢 就快 8分鐘的 但走西貢入呢 其實就 而且會遠一點點的走西貢入 但走大老山隧道呢 就會給20元隧道費啦 那最後客人都是選走這個大老山隧道的 正常都是走大老山的啦 因為 你都是想快和舒適的啦 你走西貢入呢 就沒那麼舒適啦 但我想這個價錢呢 差不多 或者 西貢有機會會便宜一點點 因為我看到他們兩個距離不是差很多的 走西貢是遠一點點 但真的一點點 那個距離 我想最後價錢 可能是西貢更便宜的 如果你是省錢的 你可以走西貢 好啦 但是我們就走馬安山入呢 馬安山妖道那樣進去的 好啦 那就 幾好 最後是整支遠的棋啦 初頭有一點點擔心會不會不趕時間 不過最後發覺 原來都不用很久了 只要他站在身邊 好啦 站在身邊 都是一個巴士迷拍照的勝地 很多人都會站在那個位置 離遠拉長鏡 拍巴士的 尤其是有些特別的巴士的時候 好啦 現在就 沿著這條曠闊了的 西沙路一直直進去啦 好啦 其實是過了西徑村 再前一點點就是了 應該 即是過了 這盞燈之後 再前一點點就要轉進去的啦 這裡轉進來 站在身邊 好 你前面就 落客 這個位置落客 落完客之後呢 就去 進去膠間啦 那就 不得不省 荃灣這個地方 真的很適合膠間啦 即是香港來講啦 駕駛的士來講啦 尤其是膠間的時候 心理壓力沒有那麼大的地方啦 假設如果你交港島南區的話 你現在站在身邊 你基本上 就 糟糕 如果你交屯門 你都頭痛 都基本上遲硬 但是交到荃灣就有這個好處啦 這裏回去荃灣都是 20分鐘左右 所以荃灣就有這個好處啦 很多地方都四通八達啦 所以 都頗熱愛荃灣這個地方 在膠間的時候呢 更加 感覺到荃灣作為一個膠間地方的好處 好啦 那今集呢 去了很多不同地方 還有今集都頗多這些長途旗的 都不錯不錯啦 其實中間都頗幸運啦 中文大學這樣也有機會有客人走到 所以不錯不錯 好啦 下一集我們再見啦 拜拜